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带着大家测试了我们的自布串儿类型 那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来往下来 看一下我们的日期时间类型 首先呢 在日期时间类型中 你看到一共有这么几种 像保存时间的Time 保存日期的Date 日期时间的DateTime 包括Time Stamp 最后还有一个单独的 保存年份的 我们可以通过Year类型来保存 在这个中呢 我们重点的 其实你最常用到的也就是这个Year类型 因为它占用的大小呢 一次接 其他的呢 和我们日期时间有关的 在开发中 我们经常使用的是时间戳 用整形来保存我们的时间戳 因为P2P呢 我们可以通过Time函数 来得到当前的时间戳 那接着呢 我们保存的时候 就可以拿整形来保存 这样就可以 那其他的这几个呢 我也带着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那主要重点的是这个Year 那首先先看第一个 先看我们的Year类型 那Year类型的主要是保存年份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Year来保存 1901到2155年之间的 一个年份 那接着在Year中呢 我们的形式也有几种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测试Year类型 CreateTableTest9 接着写上一个年份 假如说写上一个birth 保存生日 我们可以选Year来保存 写之后呢 我们再来插入几个值 Insert表明Test9 Values 你可以选用1901到2015年之间的一个值 那首先呢 你可以写上1901 试验一下 到2155 成功 查询一下 Select新号fromTest9 那最大值呢 是我们的2155 这是比较正常的 成功 再查询一下 那接着当你插入的值 大于它的时候 你再来看 Out of range value For column birth at row 1 那接着呢 我们这是使用四位的数字来保存的 同样的 你使用字符串 也可以 你把这个值放到字符串中 你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写上一个 1988 你看到 也可以 再查询 1988也可以 四位的年份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支持两位数字的形式 或者是字符串的形式 也可以 那接着你再看 当我们写上一个值 写上一个 12 成功 那12代表着多少呢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你看到 当你写了一个12的时候 代表的是2012 所以说当你输入两位数字 或者是两位的字符串的时候 我们写上一个 79 那接着结果应该是多少呢 你再看 是1979 那00到69之间 它会转换成2000年到2069年 那70到99之间呢 它会转换成1970到1999之间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是呢 在我们的12中 还有两种特殊的形式 你插入一个0 你写上一个0 成功 你再查询一下 当你写一个值是0的时候 它得到的值是4个0 这是数字的0 但是呢 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字符串的0 你把它放到字符串中 你看到 也成功 但是这时候 它们两个的结果截然不同 相差了多少年 对 2000年 字符串的0呢 会转换成20002000 而数字的0呢 会转换成4个0 初始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呢 你要写字符串的00 效果是一样的 和写字符串的0 效果是一样的 还是2000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在year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所以说 最常用的 也就是这个year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 看一下我们的什么呢 time类型 那time类型呢 我们是用三个字节 来保存我们的时间的 那可能看到这个时间 我们时间好像没见过 负数 包括800多 这是什么呀 对吧 如果第一个当小时来看 这个有点大 没关系 对 第一个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my circle中 这个time类型 它是由我们的天数 加上小时分钟表来组成的 那第一个呢 是代表的是我们的天数 那这样的形式呢 就扩大了我们这个时间 那天数取值范围呢 是0到34之间的一个值 那小时呢 它就等于你当前的天数 来加上你的小时数 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值 那不信的话 我们也做一个time的测试 简单的带你过一下就可以 我们再来 稍微改一下 这个我们就写上一个日期时间吧 日期时间 test10 test字段 写成一个time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插入值 insert test10 values 我们可以写什么样的值呢 写成一个一天 接着写成一个12点 12分12秒 看一下是否可以成功 粘贴 成功 那我们查询一下 那小时的位置上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24加上一个12 应该是35 24加12 36 这个说错了 36 12分12秒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time 我们可以形成的形式 那同样的你还可以怎么写呢 假如我们再插入几个值 把它一复制 我们再插入一个12点 或者11点都可以 无所谓 你也可以这么写 写上一个11 冒号11 那此时呢 这个11应该代表什么呢 你看 结果你就知道了 11点11分 00秒 你可以省略你的秒数 同样的你 你也不按这种格式呢 写 也可以 你还可以这么来写 我们再插入一个 直接来写 写成一个1234 你看到 也成功了 那此时呢 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呢 对想也想到了 这时候得到的12分34秒 看到小时的位置上省略掉 那同样的你再往下 你还可以怎么写呢 你广写上一个 12 那这时候得到的是多少呢 你再看 12秒 他认为是秒 依次来省略 小时 分钟 秒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这一点 你也需要注意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 时间类型 那如果说你写上一个0呢 写上一个字符串的0 成功 那查询的时候呢 你得到的 是不是4个0 6个0啊 对吧 那你说我再写上一个整形的 数字的0 也成功 那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还是你的 这些0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是呢 如果你要超过了 我们这个小时分钟秒的存储范围 这时候 他就会出问题了 会报错了 你说写上一个 一共24小时 你写上一个66 就写一个值 他就告诉你错了 incorrect time value 66 for column test 这就错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time类型 同样的再往下 看一下这个date time 包括time stamp 他们两个呢 都是来存储我们的日期加时间的 但是呢 我们的date time 比time stamp范围要大 那在这呢 我就简单的带着大家测试一下 date time就可以 那这个time stamp呢 我们就不带着测试了 或者测试一个date吧 简单点 因为以后呢 这些不太常用 都是用整形来保存我们的时间戳 那接着我们就测试一下date date是用四个字节 这写的是三 是吧 用三个字节来表示我们的日期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它的存储范围是 1000101到99912月31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论号date 好 没问题 你看到1000101到999912月31号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来简单的做个测试 那剩下两个我就不带着你来写了 再测试一下这个date 稍微的复制一下 在这个date中呢 主要是告诉你 这个分割符的一个问题 test 是date类型 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插入值 insert test11 values 写成一个 你写成一个12冒号 12-34-34-34不行 12年6月7号 这样的值是可以的 成功 查询一下 select 新号 from test11 2012年6月7号 那同样的 你再写成这样的值 也可以 空格 你这么写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指定一下 你看你的分割符 或者斜线 你看到这样也行 查询一下 结果呢 也是2012年6月7号 同样的 你要写四位的 你这么写是可以的 120607 这样写是可以的 得到的结果呢 你再看 同样的也是12年的 0607 那在这呢 你可以任意的来指定 你的分割符 对吧 看我们刚才使用过 这个斜线 你说使用这个 at符号可以吗 也可以 再查询 还是12年6月7号 年月日的一个形式 它的范围呢 最大的是 9999 12月31号 所以说 这一点 需要注意 我们这个 data类型 用三次节 来表示 来存储 我们的这个日期 和日期有关的 当然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RP 通过这个时间戳 再加上我们的 data函数 也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日期 加时间 这一点 需要注意 好 那这个剩下的两个 data 包括timestamp呢 下来之后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 就可以 就不用带着你 一一来测试了 那现在呢 我们常用的 我们这些数据类型 都已经给大家写完了 带着大家一起过了一下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块呢 我们也说过了 如何来选择 给字段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 按照你的具体需求 具体分析就可以 等以后呢 我们在键表的时候 常用到的一些 你也会经常使用到的 你会 你会看到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日期时间 这个测试一下 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 感谢大家的 感谢大家的